水陆法会能够利益陆海空一切友情功德殊胜 水陆法会涵盖陆海空所有众生 可利益所有众生功德殊胜 那三年过后呢 我们当然就要开始思考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犯的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当初的第二个选项 就是水陆法会 那后来呢经过了一年的思考呢 我们觉得说 那既然当年有了这么一个心愿 那我们就必须要圆满它 所以后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才决定今年要举办这个水陆法会 那水陆法会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 它是中国所有法会当中的最殊胜最隆重的 那当人为什么称为水陆 很多人就会想说 师父那超度的众生 不是有天上飞的水里面有的路上跑的 那不是应该想入海空吗 各位没有错 但是基本上 你看天上飞的鸟 它一定要休息 它休息的时候 不管它栖息在岩石上 栖息在树木上 乃至呢 栖息在洞穴里面 那不都是依附于土地而有的吗 对不对 所以呢 称之为水陆 其实呢 就是已经涵盖了天上飞的地上爬的 土里面砖的 乃至水中所游的 都含色在里面 而它所接受所含色的众生 也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什么 地狱道啊 鬼道啊 畜生道 不是 它还包含到说 把人到的众生 天到的众生 修罗到的众生 都含色在 作为这个水陆当中 能够得到利益的对象 乃至于包含我们学佛的众生 水陆法会 以上供十方诸佛圣贤 无遮普施 筛实为基础 旧拔诸六道众生 并广设谈场 使与会众生 得以其因缘与根器 至各谈 听经文法 故在法会中所供养 救度的众生 范围相当广泛 因此集合了 消灾 普度 上供 下施 诸多不可思议 殊胜功德 十方新闻 黄慧如 内政浦 屏东采访报导